看到这一大片的这个叶子 如果我们在进门口这边也不扫的话 就跟这个一样 堆的这个是满地的 片地的 其实也蛮美的 如果满地的这种感觉也蛮美的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把落叶清干净 为什么到了春天会有草长出来 然后呢 落叶呢 我们毕竟踏过去 好像踩在一堆什么上面 我们现在需要把落叶清干净 感谢主 我们看到和牧师也在努力 我们大家都在努力 这种努力呢 就好像在教会里面 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的需要清除的 还有团体需要清除的 教会需要洁净的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共同努力 但是呢 想想我们人类的罪 我们生命中需要清除的东西 那真的就像直接落叶一样的 生生不息啊 然后呢 还有这么大一片还没有清除 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从小 根深蒂固的东西 还没有更新怎么做一个新造的人呢 但是我相信主会帮助我们的 这一大片天蓬堂的这个土地呢 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家园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是在接受上帝的锻炼 上帝用他最温暖的爱 来抚育着我们 来训练着我们 来帮助我们 能够各个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坐在那边 把牧师的奖章打一打打字 那么将来就成了一级打手了 打字的速度跟记录任何事情 那么不用手写就用打字的会非常快速 我们扫落叶呢 我们越扫呢 就越有心得 越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有好多的罪恶 好多的误会要扫去 那么平常一点点的一些垃圾 那么就算不了什么了 跟这些那么多的落叶来比 我们连这么多的落叶都可以召集弟兄姐妹 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们可以来一起做同一件事情 因为神把这个家园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透过天空堂 透过这些的服务 我们要成为服务员 就成为服务员了 就成为天国的服侍者了 谢谢主 让我们灵与魂与身子 都特别的蒙神的眷顾 这就是我们活水得胜人的本色 谢谢主 我们在这里已经领受了 神做给我们的美好 我们也谢谢主给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大家 都是尽心竭力的 以及感受到一面享受 好像深至其中 那么美景当中 这么多的落叶 我就是人跟天地自然 是融在一起的 谢谢主耶稣 我们现在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世界 我们跟祂是融在一起的吗 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大染缸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分别为圣 会来分辨 什么是要清除的 什么是要保留的 所以这整个的庭院里 还是有很多要保留的部分 还有很多是要清除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也是一样 很多是要清除的 也有一些是要保留的 什么是该保留的呢 什么是该清除的呢 神会给我们智慧的心 给我们分别为圣的 这个属天的信心 属天的爱心 认神 神赐福保守我们这里的 每一个对我们姐妹 爱主更深 而且得到属天的智慧 我们在天蓬堂祝福 所有来过的 不论是你带来的朋友 不论是东方人西方人 不论是曾经在这里 落脚的宣教士牧者 还是我们在这里 一起来预备场地 给我们宣教士工的 这些弟兄姐妹 都求主一一的纪念 一一的赐福 神不会偏待人的 神爱我们到底 神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于天国 有份有权盟纪念 在活水得胜的家园里 别人蒙受的祝福 我们也一样 可以得到 任神赐福给每一位 谢谢主耶稣 丰满的与我们同在 再次的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观看